国安基金党立委陈柏维罢免案23号就要投票了 陈柏维阵营22号晚间将在屋日举办民主音乐会 不过现在还在防疫二级警戒 户外集会活动不得超过300人 山Q总部就质疑难道不会造成防疫破口吗 对此陈柏维澄清音乐会是支持者自行赞助举办 也已经向卫生局提出了防疫应变计划书 审核也已经通过了 陈柏维 加油 陈柏维 加油 立委陈柏维100小时步行第九天从龙井接续出发 一现身就受到民众鼓舞加油 选前倒数陈柏维阵营将在22号晚间 在屋日举办民主音乐会 立刻被罢名团体山Q总部锁定 目标炮轰 LED大一幕 然后很宽敞的场地 然后豪华的舞台灯光音响 被网友戏称是什么 小虾米背后的大鲸鱼真的大戏 这个都是朋友去帮忙的 金柳没有经过我们这里 那也不是我去募款处理 另外被炮打的还有音乐会的防疫问题 未在台中护日高铁站附近的支出场地 就是立委陈柏维选前之夜的举办地点 容纳可以超过亲人 不过现在3Q总部就质疑 目前还在二级警戒当中 户外最多300人为上线 难道不会出现防疫破口吗 属于艺文活动 对方团体就是要把它打成是政治性的活动 一开始就试图误导民众 非常可惜 不能够就事论事 市府文化局定义这场音乐会为艺文活动 预计超过300人 主办方也依照规定送出防疫应变计划书 以获卫生局审核通过 人数上线3000人还得遵守防疫规定 实验制戴口罩 反驳罢免方采防疫红线问题 正反双方选前各种形式动员攻防 关键时刻除了比声量 还要比谁能催促顺票 接下来梁志祥台中 操不倒